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家里一堆东西走路都不好走 一点空间都没有 这位我现在都要得预队 天啊 这么凉堂 我来先看吧 真好 是我家吗 一直有一个问题是永远绕不开的 就是把小家变大 把那些浪费的空间找回来 这个其实我们接触业主这些都是普遍存在的 实际上跟家里的面积大小没有太大的关系 而是跟家里的一个居住的习惯 包括一个储物的一个合理性有很大的关系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看 人均不足4.5平米的家 还会有被浪费的空间吗 我们去看看 暖暖的新家迎来史上人口最多的家 40平米 人均4.5平米的家 改造难度再升级 这位是设计师周老师 周老师可能还有所不知 咱们家一共住了几口 二宝 三宝 二宝和三宝是一对双胞胎兄弟 从小一起长大的他们 经常形影不离 一起玩耍 一起搞怪 但有时也会用到一块肉 一个玩具 整个面糊而吃 甚至大打出手 经过观察设计师发现 业主家里竟然有7个门 就像是小模块分散在各处 这个家里究竟有几口人 门后的房间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哎呀 老爷在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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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废座坐着呢 啊 坐坐 回来去去去去 他长大了 男子汉 我在这个家庭是一个学校员 这是姥姥带着一个小朋友 在这儿 老爷好 老爷好 村去 花还在 来一秒不息 我在家里头 算是一个老师 就得主任他 这是我们的第三个房间 这个是我们的第三个房间 这个是这个 张笑丽退休后 专心研究起了厨艺 这个是鱼桃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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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鱼桃的啊